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五 今天我们先简单分享两条重要的消息 第一个就是LCID这家公司盘前涨了一些 它的续航能力也是超过了特斯拉Model S 这家公司此前拿下了520英里的EPA续航评定 为该机构有史以来评定续航最长的电动汽车 该股周四也是涨了一些 消息面上它在9月16号表示 其豪华电动汽车的Dream Edition Range版本 被美国环保署认定为迄今为止续航里程最长的电动汽车 充满电后可行驶520英里约836公里 这就意味着它超越了特斯拉拿下续航里程最长的电动车车型 据了解此前特斯拉Model S Long Range 被美国环保署认定的续航里程为405英里约651公里 那它是836公里 然后这个特斯拉是651 差了180 好 所以呢 这只股票呢 待会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 看一看它的一个技术走势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另外 PLTR与Vidual达成合作 以开发汽车数据生态系统 软件公司PLTR正在与汽车互联数据专家Vidual合作 以为汽车行业开发一个集成数据生态系统 双方的合作旨在利用PLTR的Foundry平台和Vidual的数据资产 那么它的数据资产包括每天从1100万辆车的网络中收集和分析的超过160亿个数据点 他表示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分析超过了10T的数据点和480亿次互联网 互联网这个互联车型 叫互联车辆出行 该正在开发的互联汽车平台 旨在跨越多个用力 从与零部件供应商合作 以提高零部件质量 到与城市规划者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合作 我觉得这个新闻写稿这个人写的太拗口 那他还投资了Vidual 后者正在与Spec 就VOSO这家收购公司合并 此前合并还促使Vidual在2021年晚些时候上市 自宣布合并以来Vidual与这个微软和SOMPO Holdings和通用汽车等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获得了投资 此外本月早些时候PLTR承诺对Black Sky进行股权投资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两条消息啊 那么第二条消息呢 写的比较拗口 好 呃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那么股指期货标普的500 标普500的股指期货呢 目前是微跌0.24% 那他当前的走势呢 呃 还是处在我们啊 上行的趋势范围内 呃 那我倾向于今天呢 就是啊 这个稍稍的 突破啊 上方的独立啊 形成一根阳线哈 但是现在看起来距离阳线还有一段距离哈 呃 为什么 因为下方这个KDJ还是一个死柴 的状态 那么今天的需要多头给出强势的上拉是吧 那么后续呢 维持多头的概率呢 才会增加 呃 但是啊 经过啊 近一周的一个波动呢 我发现啊 这个左侧还是多头相对较强一些啊 所以今天这根K线啊 我倾向于还是比较强势的阳线拉起 好吧 那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呃 当前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位置啊 嗯 好 我倾向于看多啊 我倾向于看多 那萨克指数目前这个国者情况目前是微跌百分之零点一七 那对他来说呢 最近啊 这五根K线也是多头相对来说 整体上看较为强势 那他呢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啊 目前啊 是微微的横向整理 那么后续会不会啊 强势上拉呢 那我认为啊 会啊 我认为会 但他也同样存在这个KDJ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死叉的没有形成金叉的这个状态 所以后续啊 多头仍需努力啊 多头仍需努力啊 这个走法呢 最近这个行情啊 不是很好做 你可以看啊 咱们最高位啊 就几乎就是一个啊 无序震荡是吧 无序震荡啊 稍微给了个回撤啊 现在呢 又是震荡 那么后续呢 即便上行估计还要再震荡啊 所以大家短期呢 应该降低啊 这个上行的空间 这个预期 我们再看一下标普啊 标普也是类似啊 要降低这个短期上行空间的一个预期 估计是上啊 再下再上再下啊 这种反反复复的震荡 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的点位呢 啊 相对较高啊 对于大盘来说相对较高 所以呢 大盘啊 可能会面临着短期的一些洗盘的一些压力 好 那么罗素2000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洗盘啊 大家可以看到哈 标普还有这个耐杂克会不会也走成这样啊 我倾向于不走成这样啊 啊 那么罗素2000啊 目前也是啊 在我们所画的一个新的多头小趋势啊 这是我们假设可能形成的趋势 附近啊 进行博弈 那么近几天也是多头相对较强势 那么今天盘前呢 也是微跌百分之0.26啊 目前是0.26 那今天呢 需要强势阳线向上拉起啊 啊 今天啊 最好是强势阳线 向上拉起啊 这样的一个呃 拉起的一个状态 势必啊 会给多头一些信心啊 我觉得啊 现在应该看多概率高啊 道琼斯目前是微跌百分之0.14啊 0.14 那对他来说呢 他是在高位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震荡起盘 那么他的一个震荡幅度呢 要远大于标普 因为标普呢 还是在上行的过程中回落啊 那么他呢 这干脆就没有突破高点啊 直接就回落了啊 那对他来说 我们啊 要啊 尽量啊 要提防短期的一些风险啊 尽管近期他也是啊 有这种啊 下行的预期 我们看一下啊 啊 但是我们啊 发现啊 这个目前呢 还在我们的下跌趋势范围内博弈啊 那么今天必须得给出强势的阳线啊 拉起啊 否则呢 多头的信心就会消耗代际啊 我倾向于什么 我倾向于强势的拉起 给出一个打阳线啊 行吧啊 那么我们的止损呢 可以放在啊 近期的低点之下 就可以啊 放在这个三次三八二 看多啊 看多 好 这个是道琼斯的微观察啊 30分钟图 现在啊 他的一个上方的阻力啊 要更甚一些 所以大家后续呢 预期上行的空间呢 也应该降低一些啊 他近期也是啊 偏高位的一个震荡 啊 那么四大指数呢 今天务必给出啊 强势阳倩的拉起啊 那么多头的信息才会暂时的回来 好吧 那么即便是这样啊 那么后续我们啊 的交易的难度啊 也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对于短线交易者 那么长线交易者可能啊 接下来一个月都不会看到什么利润啊 这个我把花钱啊 放在这里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 至少半个月吧 或者一个月啊 就反反复的震荡啊 在高位 好 呃 我们看看重要的一些股票啊 我们先把今天提到的重要的股票 一个是PLTR 我们先说PLTR 我看到谁就说谁 那么这只股票呢 近期也是猛飞哈 我们的啊 评论区的一位老大爷啊 也一直在呃 支持这只股票啊 这个fly to the moon啊 就涨到天上去哈 他认为啊 这月亮就是最高了哈 我不认为啊 这银河系 还包括宇宙 还有更高的点位啊 所以我是觉得PLTR啊 有可能啊 飞得更高啊 好 那么在技术位上呢 他终于突破了中间的阻力区啊 终于突破了中间的阻力区 那么后续呢 我觉得应该啊 向更高的点位迈进啊 但是呢 在迈进之前呢 估计呢 要再次回踩一下这个中间的阻力区 好吧 这是PLTR在技术上的表现 说他会不会啊 突破新高啊 我们啊 先不要输啊 为什么 呃 我们先看啊 测试这个高点的行为 好吧 那么即便是在高点 40一带啊 啊 40一带的阻力区 现在是28 有12块钱除以28 还有 百分之啊 30的一个 单是30 3040的一个空间的啊 所以我们啊 要知足啊 那么到啊 如果真正的抛压非常重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分析啊 为什么 因为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 他不一定会突破啊 不一定会突破 好 希望归希望 我们还是要眼见为时 好吧 嗯 这是PLTR 另外一个啊 国票 我发现啊 有戏啊 这个股票呢 虽然有点优啊 但是啊 咱不管啊 看那个图 看这图什么感受 第一感受啊 确实啊 历史上有些优啊 他突然就猛涨到64 然后呢 现在到21块钱左右 22块左右 今天呢 盘前又上行了 昨天是上涨 今天盘前又涨 为啥呀 你看这图 像不像要触底反弹的意思 那因此呢 我们要把它技术位啊 进行一个分析啊 以降低我们的交易风险 首先呢 我看到的是下方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看到吧 那么啊 在啊 上周还是上上周啊 这个跌下来哈 也就是8月底 这个跌下来 然后猛烈的谈起啊 这表明 这里是一个强劲的支撑区啊 强劲的支撑区 好吧 那么啊 上方的阻力呢 啊 我们看一看上方的横向阻力区呢 啊 重要的阻力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25一代 25一代 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阻力 那么更高的阻力区呢 那就更高了哈 所以上方啊 哪个地方都有可能啊 所以这样 那么下跌趋势呢 他现在啊 其实啊 呃 首先啊 第一波呢 是这么陡峭的一个下跌是吧 然后啊 就这样了 所以看到啊 大家看到吧 那如果我这么一画 是不是发现啊 哎 这不就是在临界为止吗 有人说 是的呀 啊 那么今天啊 盘前的大大涨7%啊 7% 那么估计要破上去啊 哎 今天这个点位瞧不瞧 说 有人说瞧啊 所以后继继续呢 应该怎么办 从技术位上应该啊 去尝试慢慢的去啊 加仓啊 或者说建仓 而不应该啊 这个一下就重仓啊 因为他后续呢 仍旧有可能回落 他为什么要回落呢 可以看到上方有多少人被套啊 所以啊 这个股票呢 确实有潜力啊 上行很大啊 很多倍啊 但是啊 短期内呢 应该还要继续看技术位的走势啊 那么即便上行啊 估计呢 要在中间25一代啊 要遇到阻力的 但是啊 这些腰股呢 并不能完全用技术分析去看啊 那么经过长时间的洗盘之后啊 我觉得后续爆发的空间也是有的啊 什么叫爆发 就是技术位没那么管用啊 他直接就上去了啊 所以这个股票啊 大家自己评估啊 我今天呢 是看到这条新闻啊 我我才啊 对这个股票啊 发现这个图也挺好啊 也挺好 所以大家啊 唯一降低的风降低风险 要不就是零风险 也就是不参与 要不就是小风险 好吧啊 好 这个图啊 好 这是我在技术上的一个看法啊 好 我们看一看其他重要的股票 那么美国履越今天有一点点啊 这个回撤啊 昨天有一点点回撤啊 那么目前仍在上行过程中啊 但是我们的阻力区呢 啊 就在60一代啊 现在已经到49了 那估计大家后边要慢慢的去看 看顶了啊 看顶 那什么时候会见顶 也许他到不了60 他就要见顶啊 就要给回处啊 所以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怎么去啊 这个指引呢 我们不妨画一个比较陡跳的趋势线 好吧 一旦跌破呢 可以适当减一点点仓位 好吧 我们的极限的一个啊 减仓位 当然是红线上的趋势线被破位的时候 是吧 那么即便知道他最上端的话 最顶部的话 他仍旧有可能在高位横盘一下了 所以也不要过于的悲观 那另外一种特别乐观的情形是突破历史高点啊 持续上拉啊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啊 这个 fly to the moon的行情啊 好 但近期呢 我们要提防啊 为什么 因为技术分析者 包括我在那已经开始提防高点的一个反向运动了 所以啊 更多的交易者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啊 有人啊 有人很乐观 能突破上去 但是在突破之前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啊反向运动啊 包括昨天就是下跌吧 今天啊 盘前又是下跌 所以啊 这个反向运动再增加啊 好 我们看看 adbe 那么这只股票也是相当的陡峭 有人说可以追高吗 大家觉得可以追高吗 啊 那么第一感觉呢 要如果想追高的话 那么止损呢 可以放在638一带啊 或者640一带 第二呢 就我们要确定一个 近期的一个趋势 我们把近期的这些点连一连 哎 发现是这样的 那如果这么陡跳 发现他有点破位啊 是吧 那如果啊 这个连到这 所以啊 这个追高呢 可能会涨 但是呢 这风险在增加啊 所以我们的止损非常小 那对于已经有仓位的 就带好移动止损了 按照近期的趋势去 继续移动啊 止损就可以了 啊 这个是 adbe 好 我们再看看88 88今天盘前呢 哎 我们看一下啊 88今天盘前是V涨1.25% 那他是不是要见底了呢 有可能 那他什么时候见底呢 不知道啊 那么最好的安全点位呢 是在我们画的框框啊 这个里面 好吧 在右侧啊 在右侧 现在没有 没有破到这个左侧的152.8呀 那也不不稳妥 他上去的时候 还得再回落 为什么回落 上方有好多阻力区啊 就上方 我们先把近期的第一个阻力区画好 行吧 那如果这真的是底的话 到这的话 还得再回落一下啊 还要再回落的 好 呃 这个是 这个是88 嗯 CM呢 看一下啊 CM最近的 也是按照蓝线上涨 其实现在运动 啊 那么啊 只要不跌破啊 就不需要检查啊 不跌破就不需要检查 好 好 目前还没有跌破啊 你估计还要涨一涨 嗯 好 我们再看 Docu 啊 Docu最近的走法呢 啊 是在高位给出了一定一定的横盘 但是他踩到的这个是 直接就踩到这个点位啊 那么后续做多的话 那么止损呢 是可以啊 我们上次画的止损呢 是离场位啊 你如果没有减过藏的话 应该在高位的减个藏 那现在呢 啊 在进场的话 止损位放在进气的下 进气这点 好吧 我把这个删掉啊 这个是之前判断的 都在这回踩的 那么后续呢 啊 有没有可能上行 我觉得这个概率在降低哈 我们先把近期的一个小趋势画一画 你看 你看这么画的话 他破了这么画还是破了 他这么画还是破了 所以呢 怎么画呢 这么画啊 这么画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顶啊 先暂时看个顶 看看能不能突破这个高点吧 不能突破的话就要离场了啊 彻底离场好吧 这个是 Docu 嗯 嗯 好 这个其他的 我们看看区块链 NCTV NCTV 还没有指定啊 没有指定 所以我们之前说啊 务必啊 要形成一个指定啊 务必形成一个指定 如果真的不能指定的话 那这个走法是非常的难看的啊 非常的难看 好吧 嗯 行 另外那个肉苦 我们再跟进一下 肉苦啊 近期有一点点直接的迹象啊 所以他究竟是弹上去呢 还是走下来 我觉得我倾向于上去啊 我倾向于上去 好吧 这个电外 那如果啊 反正啊 这个止损可以放在下方就可以了啊 好吧 止损空间比较小 做多的话 止损空间比较小 如果他一旦跌下来呢 那就先出来啊 等待更低的位置 好 这个是当前的走法 嗯 SQ SQ最近也是在高位的一个横盘 那我觉得呢 还是有可能上行的 SQ呢 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回踩确认是吧 那么止损呢 可以放在 放在放在放放在236 235这样去看多 先去看多 看一看突破高点的一个呃 强度吧 特斯拉盘前下跌了啊 特斯拉盘前下跌了啊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个蓝线还要带好 好 好我们再看一看国质期货啊 目前这个大盘呢 标普呢 还在下跌啊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下跌 所以今天务必要止跌哈 否则这个多头的信心会被消耗殆尽啊 我们再看纳斯达克目前没有这个 标普歪指数期货啊 目前跌的还是比较厉害 我们看看 嗯 再次跌到这个蓝线啊 这是上去啊 反反复复跌到这的话 大家一定要当心哈 破位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多头的止损是放在4430一带啊 4430一带 如果你去抄底的话 止损一定要带的小一点 因为长时间的在这里 其实怎么说呢 呃 标普长时间应该是看涨 但是呢 我们要提防另外一种可能性 特别是多头迟迟不上去啊 这个 就很让人捉急啊 很让人捉急 嗯 好 我们就先暂时啊 分析这么多 我们啊 今天盘后的时候啊 再看 哎 要不把这个黄金 黄金你看 我们看日线 我们上次啊 我们其实跟进过几次啊 你看 是不是 做多吧 没让没让在这做多吧 让在这做多 才都跌下来了 到高位的时候再做空啊 现在没没半个位 这个地方呢 啊 估计还会遇到上方 还有一点 还会遇到一些新的一个阻力啊 我们把这个阻力去啊 大概的画在这 大概画在这位置 所以反弹的空间呢 不应该预期太多啊 啊 这个是 这是 啊 这个是黄金啊 黄金其实 切换到五分钟 三十分钟 四小时都可以去分析啊 所以 这是日线级别啊 但是日线级别呢 应该会给出几天的反弹啊 会给出反弹 好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拜拜 拜拜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